硬碟裡面就是長的像這樣 它有一個轉盤,這個就是叫做碟片 那這上面就是有一些磁性的物質 所以裡面會記錄著北極或是南極的資訊 那這個資訊就是好像電腦裡面的林漢儀 那藉由這個磁頭它會改變那個表面的磁性 這個尖尖的地方 那藉由改變那個表面的磁性就可以記錄 就可以把資料記錄在碟片上面 那這個磁頭這個原本上面這邊有一個強力的磁鐵 我現在把它拆掉 那這個磁鐵和這個磁頭 它這邊有很多線圈 所以當那個線圈有通電的時候 它就可以靠這個通電的幅度來控制這個磁頭走去哪裡 那在轉的時候這個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這只要有任何一點灰塵跑進去的話 這硬碟基本上就是沒救了 它會被刮到 會被刮到爆炸 那我們現在把電接上去看看 它跑起來就像這樣 假設我手隨便碰一下 就是 那個速度的感覺是非常明顯的 手應該一不小心就會受傷 那現在是因為沒有磁鐵 所以這個磁頭是不會動的 所以我把這個磁鐵靠近它的話 它應該就會有感應 所以它現在就在試著要讀取一些資料 不過它已經有點秀斗了 因為它被我拆壞了 所以這個硬碟的demo就到了這邊為止 可能就會被刮到 但是是這樣 而且是對的 無界 所以我們在試著 就是這樣